今天来看香港一传媒集团的股价原本受到了台湾巨幅亏损的拖累低迷不振 不过呢最近一波接着一波的脱手消息已经接连让股价疯狂飙涨 像是9月4号传出可能出售惨赔的台湾业务之后当天立刻大涨了一成 隔天又追涨16.36% 还有10月3号传出最大包袱一电视渴望脱手又大涨了15.79% 10月5号再狂飙20% 当天还曾经因为异常交易稍后停牌 而如果从8月底的最低点美股将近港币五角 就是约台币大概1.883块钱来计算 到了昨天15号的收盘价美股已经飙到了1.12港币 这段期间飙涨的这个幅度呢 可是说高达121.7% 这个波动可以说是非常惊人